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胡慧聰 今天和大家先到先到維廢 看看泰國曼谷地鐵站的新站 所謂千呼萬喚此出 說了很久 終於開了 大約在八月中 九月初 就會有十一條線開售 眾望所歸 最關注的是唐人街站 唐人街的站 叫屈問問問問者 即是嘩龍 這裡附近有個叫龍蓮子 而這站的中文名也叫龍蓮子站 裡面都相當漂亮 與此同時 另一個站 大家很關注的是大王宮附近的站 一齊看看一條線 加斯在屈問問問問 去到一個站 拆在大王宮的頭 然後經過超伯河底 超伯河的河底 然後去到這些站 全部將會在八月中 甚至乎在九月初開 好 進去看看 唐人街最有名的就是龍蓮子 所以在地鐵站裡面 你會見到 哇 這是什麼來的 就是龍的土 龍的土 現在我在龍的土下面走 而長壁兩旁 亦都有龍的圖畫 或者一些蓮花的圖畫 深深表現到 這個就是泰國曼谷的唐人街 好 在龍的圖畫下面 再走兩旁才行 不用 тоб試 但是住 habla 來到唐人街這個站 必度拍照最 Ignite're 就是售票早畫 它會見到述水的金龍 它的魚身有魂 頗美 站頭裏面主要的顏色都是紅色和金色 充分表現出唐人街的感覺 剛才我說對白的位置 即是一號出口 一出就是這條小路 小路一轉過去 你會看看 前面就是唐人街的大路 即是大家經常去吃燕窩 吃街邊的東西 就是這裏 可以說不用五分鐘就可以走到 日後來唐人街就會更方便 看完唐人街的站就輪到大王宮站 大王宮站的名字叫實林塞 出口日後出口正正在喬斯陰世影前面 就是這裏 這裏 真是很漂亮 地鐵站之中最漂亮都是這裏 全部是泰式風情 還有一些燈 泰國五世王的燈 上面天花都是泰式的花紋 還有你看看 金碧輝煌 嘩 真是漂亮 還有那道門 也是太古風情 兼斜兼斜 你會見到 周遭有些泰式的花紋 絕對是拍照位 他朝大家來這裏 除了參觀大王宮 我佛寺 還可以在這裏拍照留念 真是美得不得了 記住8月中或9月初 便會開放給大家使用 看真一點 這裏有很多細節位 周遭都是泰式的風情 甚至滅火喉 玻璃都充滿泰式的感覺 所以說 這麼漂亮 是否真的要來拍照呢 出口資料對大家來說 都是相當重要 大家看看 若然大家去剛才的Museum實驗 又或者大王宮肉佛寺 甚至乎聖南龍 即王家田 是1號出口 而去花位市場 是4號出口 其他對大家來說 都可能不太需要知道 記住千萬不要走叉搭錯 還有 一旦去8月中或9月初開放 又會有一個月 以上的時間 給大家免費使用 記住是免費使用 大家要留意 究竟甚麼時候呢 當然要留意我的Tiland粉絲 留意我的報道 先不要去錯地方 到時一定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記住 最後都給大家看看路線 這就是虎嵌碰暫時的總站 遲些開會有屈萬港 即唐人街 過一點就實想了 即是大王宮 一路一路去到這個尾站 記住是8月中或9月初就會開放 神經病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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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